再来看的是资深艺人八哥 他八岁就出道当童星了 在演艺圈的资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不但有许多的戏剧作品 当然还横跨主持界 堪称是综艺节目的开国元老 曾经红到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 都会看到他 一年365天 只有过年休息5天 不过在全家移民之后 工作也逐渐停摆 八个一度还很不习惯呢 慢慢淡出荧光幕之后 现在他投身公益事业 偶尔演街戏演出 还在自家的庭院 亲手打造花园步道 养鱼又种菜 这不是什么观光菜园 通通可都是八哥亲手种的 就在自家庭院打造开心农场 这一棵 这一棵也都是捡来的 像这个花都是自己生长出来的 野花生长出来的 还有鱼你看还要吃的 养鱼种花 这是八哥退休后的日常 就连铺设庭院步道 也都是自己来 自己搬的这些石头 他原来这个地方 我开始挖的时候 里面全部都是建筑废料 都是废石啊 废砖什么 就是我一点点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起来 再填土 然后再去买那个草皮自己铺的 坦言当时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了 八哥笑说就当是一种运动吧 在他家里的客厅 还挂有一幅巨型全身画像 这个画像是我在跟华士抗议的时候 被封杀了一年多 所以封杀的意思就是说 三家电视台都不找我工作 那等于我就失业了 然后那时候穿这个礼服是双心抱起的礼服 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穿礼服了 所以就穿了来画一个画作纪念 双心抱起改成蓝白对抗的心态以后 今天已经播出第41集了 说的就是30年前这个节目 八哥和周美宜一起主持 还两度拿下金钟奖 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我跟周美宜 我也一记啊 反串 他也女的也男的 我男人也女的嘛 翻开旧照片 回忆满满 但八哥当时因为向电视台 争取艺人权益 结果遭到封杀 之后到台市呢就 就就一年嘛 大家观众们替我打气 所以我这个节目都蛮受欢迎的 所以蛮多代照的 张荣你好 对你是我们国内啊 最受欢迎的港星之一 尤其在前阵子 《倩女幽魂》当中啊 演出那个老师的书生啊 呃叫什么名字啊 林凯成 重返萤光幕 八哥气势更旺 每天晚上打开电视 都是他 从六点开始 强棒出击 到八点档 油彩总是暗簇灵 九点半女丑剧场 十点王牌登场 周末还有就在今夜 那个时候好像 开玩笑讲 出了新闻我没报 其他都是 结果都 开始都看到 那时候 小月姐啊 张佩也跟我说 八哥你接那么多节目干嘛 你跟失小孩啊 都不节制的 八哥说 有人来拜托主持 他尽量能帮就帮 回忆起当时 一年365天 到最后 只有过年可以 休息5天 每天工作都超过 10个小时以上 都有点害怕 后来节目一个个都没结束以后 人家再请我特别来宾到摄影棚 我进了摄影棚 你们就会有压力感 堪称综艺节目的开国元老 八哥纵横主持圈地位举足轻重 不过童星出生的他 其实是从演戏开始 这是我你看 最早的剧照 这是民国52年才8岁的小小八哥 眉清目秀相当可爱 因为姐姐觉得他很活泼 就帮他报名演戏 在经典的晚君表妹 演活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12岁更在第一部来台拍摄的 好莱坞电影 圣保罗炮艇 演出麦鸟的小孩 这个名字叫Steve McQueen 他是当时非常红的 一个好莱坞明星 一个镜头 他就三部机器一起拍 不同的角度 然后他们没有试戏 他跟你讲就开始拍 到了小飞侠 16岁的八哥首挑大梁 第一次演男主角 还要吊钢丝飞来飞去 拉的空龙好高 大概有两三层龙高 因为片场都比较高 然后什么晃来晃去的 那个蛮可怕的 完全没有什么安全措施 那要摔下来就死掉了 要摔死了 那也就死掉了 也没什么包卸 也没什么都没有 现在想起来是蛮恐怖的 从小演到大也奠钉八哥的 硬底子功力 无论是要演好好先生 或是化身贪污厚色的法官 截然不同的信路 都难不倒他 电视剧家电影演出超过55部 八哥能演又会主持 只是演艺圈有起也有落 1995年全家移民后 演艺工作也逐渐停摆 生活顿时失去重心 手机就放在家里面 一直都不会响 那时候手机 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好 我说还是类比似的 那感觉我们家电话 打一天会不会响 响了 表现的话还是通了 过一会 奇怪怎么一个未接电话 谁打的 就开始自己打的 每人家就很无聊 曾经上节目 笑谈自己卸下主持棒后的生活 八哥坦言 确实一度不太习惯 不管是家庭 事业都非常空虚的 对 那段时间就是 也是走过来了 反正现在已经雨过天青了 继续发光 让大家的生命都亮起来 好不好 好 近年生活重心 放到公益事业 八哥成为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理事长 看到许多人生冷暖 艺人好友李明依 向娃 陈美凤等也纷纷力挺 可见八哥的好人缘 我们这个协会都是一些 资深的艺人 大家一起在一起 就是 群策群力 来努力做这个 现在他偶尔接戏演出 先前担任金钟奖评审 直言吴宗宪的综艺碗很大 不是收视高就要入围 一代主持天王 三十年过去 依旧有话实说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